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样的 我瞧太鼓用穷关阵推算卡夫卡的过去 我妈也有类似的需求 原来如此 想用阵法复现过去 放行自己的记忆 虽然原理上行得通 但我怕穷关阵未必能做到 我就知道 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啊 卡夫卡的情况可不同 为了防止各位 对太鼓斯重器有什么误会 我得详细说说他的原理 穷关阵并不会让人回忆起任何东西 他只是收集情报 然后像推演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 去推演过去发生过什么 就像帝恒斯的刑捕们 办案时搜集证据 还原案发经过一样 推演过去需要的材料 既可以是与这段经历有关的东西 也可以是当事人的记忆 三月小姐与卡夫卡的情况大不相同 她不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 本作是医学外行 但所幸读书甚多 知道失忆的情况无外乎两种 要么是记忆沉睡在石海深处 无法被唤起 要么是被某种手段 直接自大脑中抹去了 谁啊 怎么忍心对我下这样的毒手啊 三月小姐的情况属于哪一种 用穷关阵试试变之 那么我们先从准备演算所需的材料开始 三月小姐的记忆这条是靠不住了 为了能让穷关阵更精确 你得提供些与过去经历有关的东西 什么都行 准备好了 就来穷关阵的阵心找我吧 还不说 要提供与过去经历有关的东西 给什么呢 在仙周上买个伴手礼 关于过去的东西准备好了吧 身为无名客 你的旅程里 也该有不少足以唤起回忆的纪念品 一路上带回的东西我兜里倒是有一堆 只是不知该选什么 只有这些吗 三月小姐能不能拿出失去记忆之前就拥有的东西 等等 既然记不得 又怎么知道这件东西是不是在失去记忆前获得的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也许有些怪 但推演过去正需要纳实相关的材料 三月小姐不妨再回忆回忆 失忆之前 也就是登上列车以前吗 对不住了太步 妻子姐说 捡到我的时候 我被赤条条地封在了一块冰里 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身边没有任何东西 你下一句一定会问 那块冰还留着吗 很遗憾 在我被打捞上来不久 那块冰就快得不见踪影了 对呀 那脑袋可真灵光呀 说到我失忆前就拥有的 应该就是您出六项兵的能力吧 哎 太步 我随手变出的这块冰 应该能符合要求吧 嗯 这样也好 我着人将东西送往穷关镇的镇基处 三月小姐 准备好了就站到镇心去 推演随时可以开始 对呀 就请吧 认法已经准备就绪了 三月小姐 您准备好了吗 我大概 应该 可能 已经准备好了 努必请经历信心 不是所有的回忆都适合被唤醒的 一路走来 人们也承受了许多痛苦和负担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暂停推演 本座望望不希望 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反而使你受到伤害 没 没关系的 来都来了 使骡子使马都得当活的意 那么 接下来 本座会将你连接到大眼穷关镇上 而穷关镇会读取你的记忆 引导你回溯自己的过往 如果回溯到了那个阻塞你回忆的关爱 穷关镇就会利用已经获得的信息进行推演 构建出你可能存在的过去 我了解了 他也会跟在一起吗 抱歉 你没办法带上他 你是穷关镇所观测演算的中枢 他的加入只会带来冗余的情报 换句话说 在穷关镇推演所公主的记忆宫殿里 能依靠的 只有你自己 没事了 不用那么担心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别太担心 本座在穷关镇外 有能力与你随时沟通 可以有限度的干涉回溯进程 开始吧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来在你的心目中 本作是个只会长篇大论 竟说些废话的人 怎 怎么会呢 我心目中的太普 那可是神通广大呀 虽然这段经历明显失真了 但构成它的素材 却是取自于你的记忆 不会骗人的 也就是说 在你的潜意识中 认为本作说的那些话 和绕口令差不多 主要是 平时听太普的高论 确实听不太懂啊 罢了 眼下不是志气的时候 推演的经历失真 咱们就集中注意力 把失真的因素一个个挑出来 加以轻重纠正 不然也没法进一步回溯你的过去 好复杂 听到我都要长脑子了 有没有更简单的解释 来 装弓搭剑 射向那个拂旋 上下相义 别人刷清了 九十七千万物 自有其 谋士在前 哼 看来是改伤了 一点心力而言 不必再用 改的不错 哼 这就让你解脱 随狐狸一起消散吧 就是个幻影 啊 真是吓死了 突然就开始打架了 我看看啊 这里有廷玉小姐 杨淑 景元将军 还有他 我不会要挨个和他们打一架吧 太不大人倒是还好 景元将军 我大概真的打不过 什么叫太不大人倒是还好 令此处失真的干涉因素 应该只有一个源头 也就是那个 此刻不应在场 但却在场的人 所以我要从这些人里挑一个出来 清除他的干涉 正是如此 为了防止干扰你的判断 本座暂时先撤去投影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就代表我在看护着你 太不大人真可靠 希望这份可靠 能取代我在你心里那个 著名废话表演艺术家的光辉形象 究竟是谁呢 不应在场 但却在场的人 三月小姐 要不要抽一发最新推出的 仙舟美人图鉴呢 这段时间 筹到限定卡 夺服翘狼君的概率 会大大提升啊 看到这么有精神的庭云小姐 忽然觉得有些伤感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伤感什么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重来明日愁嘛 不许伤感了 好 将军大人 你好呀 将军大人 锦园将军 锦园 好生气啊 情人宅在这里睡着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这分明就是你潜意识里对将军的偏见 我清楚记得 咱们攻入丹顶司时 将军是不在现场的 看起来 他就是本段经历中施针干扰的源头 好 三月七 吓我一跳 你怎么突然醒了 你不满足于自己当下的生活吗 我 我还挺满足的 那又何必执着于回望过去呢 世间万物 自有谋事 在前 战斗体应该优化了 我追尽 二倍速就这 想念你 这么快就想钩了 原来你怕我 这被打真了 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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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作说你不会被烫伤 又没说你不会被烫的 只要你能理解烫 记忆就会自行补足你的感受 这就是被落伯格吗 这地方一点也不冷啊 太鼓你没感觉到吗 我忍不住打哆嗦了 多半是因为本作从没去过真正的苦寒之地 得了 你就自个儿体会自己经历中的寒冷吧 罗浮那段过去本作和你一同亲历 也许能帮上忙 但到了被落伯格 就只能靠你自己来分辨出干扰源头 让义无现身了 别担心 本姑娘已经完全明白这一切了 对了 三月小姐 还有一件事我得问个明白 你是否有可能经历过什么巨大的痛苦 应该没有吧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有时候人为了逃避痛苦 会刻意忘却某些极端的记忆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在关于罗浮的记忆中 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明里暗里地劝你不要继续回忆 这更像是你的潜意识在对自己说的话 当然也不排除你的记忆遭到过外溢的干涉 谁人在你大脑留下了暗示 避免你回想起什么事 我倒是不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了 还有人会这么大费周章封印我的记忆 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是吗 所以本作要在这里再向你确认一次 你是否还要继续探索自己的记忆 既然你说 可能有外力干扰了我的记忆 那不就更应该探索了吗 总不能让封印我记忆的坏人逍遥法外吧 走吧 本姑娘带你逛逛这哥德宾馆 我对这件事也越来越有兴趣了 这段经历应该是我们出到贝勒伯格的那天吧 第二天我们就成了通缉犯 不应再长但却再长远 好久不见啊 三月姐 欢迎来到桑博宾馆 桑 桑博宾馆 这不是哥德宾馆吗 以前是哥德宾馆 现在是桑博宾馆了呀 老哥德年老体衰 无力经营这么大的产业 就把他托付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年轻人 桑博 你可别误会啊 这里面绝不存在任何巧语豪夺 完全是两位绅士之间梦想的成绩 你看 我和老哥德都选择了面向未来 而不是死守过去的回忆 你也该这么做的啊 三月姐 这个蓝头发的家伙 开口就透出坑门拐骗的气息 真是坏眼十英才 三月小姐 欢迎光临桑博宾馆 我是这里的保安 杰帕德 这宾馆保安怎么这么全副武装 贝洛伯格的治安很差吗 不不不 杰帕德是营总体位的数位官 就类似 罗夫上的云气在长霸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了宾馆的保安了 不意外 人心总是追求合理 拼拼凑凑 便把不相干的东西 组成了一出看起来有意义的换戏故事 取名人生 请问三月小姐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请不要打扰保安之情 另外 请允许我提醒你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回想过去毫无意义 您能把握的 只有未来 怎么说呢 竟然 还有点想他会说的话 欢迎来到三博宾馆 三月小姐 三博宾馆 曾名为戈德宾馆 后来老戈德年老铁帅 三博利用巧取豪毒的方式霸占了这里 并更名为三博宾馆 好在宾馆优质的服务并未受到影响 依然是行政区最好的宾馆 顺便一提 三博宾馆的广告词是 不应回望过去 只应憧憬未来 我觉得这条广告词也很适合三月小姐 这个女孩子说的话很可信啊 那是我前一生里编了吧 这哥德宾馆的差点可是一绝啊 尤其是这银渊春 据说有一年 一位铸城指定存户的律养 让雪原上开出了山茶花 而这就是用他泡的茶 银渊春不是心中的茶吗 这大概是我脑裹出来的 主要是我也不记得在贝洛伯格 喝过什么有名的好茶了 苦的不好喝 苦的才对身体好啊 可是苦的就是苦的 骗自己吃苦有好处 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罢了 贝洛伯格有一句古话 叫做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唉 这些经历有趣的越来越离谱了 啊 看来我的潜意识 没什么编剧天赋啊 表意识恐怕也没有 无法反驳 欢迎来到三博宾馆 三博宾馆 好在宾馆又顺便一提 这个女孩 那是我姐 好久不见阿希儿 这不是三月期吗 列车没有回头 三月期 怎么你记忆中的每个人 多才 啊 我们出道贝洛伯格的第二天 行中品味所以 希儿不应该听出刚涉吧 看来你不愿意行我 不必回答 不必 我知道了 你能坚持眼观之 相遇唯一 世间万物 谋事在前面 哼 哼 原来你怕我 这就让你紧脱 随狐狸又起消分吧 就这都换你 下一个 纠缠不清 我瞧瞧 黑塔空间站字眼 看来这就是义物了 接下来回宿的经历 应该是我第一次遇见他的黑塔空间站 只可惜到最后 本作也没看到雪薄的绝节 而是在一个域外客栈的大堂里待了这么久 看来这地方让你印象很深 在宾馆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通缉犯 印象确实是很深 现在出发去下一站 上一站了 怎么走吧 只要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 太好了 这次只需要摸一台显示器 而不是什么滚烫的加热器 三月 庆幸一点 我们要抓紧些了 嗯 出发 弗玄小姐呢 弗玄那是谁 没时间做白人梦了 现在空间站很危险 啊 什么 跟上我 艾斯达站长说 前面那个房间里存放着信盒 我猜军团对他也有很大的兴趣吧 这一段经历 丹行 人怎么不见了 太不大人 听得见吗 糟了 一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怎么办 佛玄小姐不在 突然绝对脸胜得慌 三月 听得见吗 本座现在越来越确信 你的记忆遭到干涉了 只是不知道这干涉 究竟从何而来 没办法了 看来这次真的只能靠我自己了 小三月 不要继续回忆了 有什么必要去回想那些过去的事呢 你已将它们遗忘 而这诚意味着 它们对你并不重要 无名客登上列车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闯入我新生 我们脚下的将是一条 永不回头的道路 去探索吧 去开拓吧 不要用回头来玷污 无名客的荣誉 不要再说了 你不是他 一点都不像 他也绝不会在这里咄咄逼人 惩我放弃对我而言重要的事情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立刻消失 让出路来 不要再冒充我的朋友了 相遇之一 能让我玩开心点吗 我可救药 吃药了 光大忙了 对我蛋说 我把你的思考 吃药了 输入一数 那就趁着 人生 破碎了 我已经没有遗忘了 破碎了 我们在这里 有关系迹 我给你个人 进 那就这儿 睡吧,你就成不轻 你能先知眼观之 世间万物,谋事在前 别人说心了呀 准备到天了 依赖着我 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战法来说的 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 三月,准备做人工呼吸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但... 说你没有他 你是谁 我的记忆中没有你 我是刘公义停了现实 三月小姐 请不要继续回宿过我 离开穷关阵 回到现实中去吧 过去不值得你探索 结果只会让你受到伤害 再离开的是你 我是不会放手的 刘公义停 你是刘公天君的人 就是你在隔绝我的观察 你对这个女孩有何企图 不管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这般夺走他人回忆 如业障目 愚弄他人 我不能答应 只能够用非常手段了 三月小姐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 本作会介入你的记忆世界 帮助你清除阻碍 是天望 谋士在前 哼 能让我玩开心点吗 哼 看来是赶上了 一点心力而已 好必在乱 这就是你解脱 随狐蝶一起消散吧 静止的换余 坏孩子们 坏孩子们 哼 怎么回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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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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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就让你解脱 随狐蝶一起消散吧 救治的幻影 感谢 心想被乱 것을重褥 刮 犀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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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让你抽 尽快救 早点给你个偷快 相遇唯一 阴阳变转 你依赖着我 随便运气消散吧 就这的幻影 下一个 就沉不清 身份 你来着我 随便运气消散吧 就这的幻影 谢谢你出手 扶轩小姐 我答应过要看顾你 何况我受惠于变质天君 绝不能容忍有人设置障碍 阻挡他人探寻真相 刚才那个人说 自己是流光一亭的现实 流光一亭 他们为什么要阻挠我 一亭中各怀意志的人可不少 仅凭一句自曝家门 没法确认其中原委 这里就是星穷列车了吧 看起来 你快要回溯到自己所经历的源头了 到那时候 大眼穷关阵就可以开始演算了 你还记得自己 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吗 他们当时 把封住我的冰块 就放在了如今我住的客箱里 那就穿过这节列车 找到你的房间吧 大哥 我们一起把这块瓶打开 里面的人说不定 你们小心一点不要弄伤他 我手里有分层 判魔 去把急救箱拿过来 这就去拍 这是 我被列车组找到是个记忆 可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呀 怎么回事 怎么又回到起点了 是那个姓氏 他又在干扰你的行动了 那时候 他没有人贴了 他就会回到他 他没有人贴了 我自己都没有人贴了 他没有人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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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你的人 始终在阻挠你前进 也许后退才能找到你的过去 不要回头继续向前走 我完全明白了 只要和干扰者反着来 就能找到出路 这么亏是我 在你打开这扇门的同时 穷冠阵也会开始对你的过去进行演算 准备好了的话就开始吧 这怎么是我的房间呀 我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让你看笑话了 这是你的房间 房间中间的那块冰 也是你房间原本就有的摆设吗 冰 这大概就是义务了 看起来我们的探索之旅 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本座最后再确认一遍 你确定要探索自己失去的过去吗 我确定 太古大人 大眼穷冠阵开始演算了 他超不开始 怎么又是你 我回忆过去 我回忆过去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那也不能用筋骨的方式来保护一个人哪 我们知道 既然 你那么想知道自己的过往 那跟我来吧 我将会为你展示你的极点 希望你不要再探索更远的事物了 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 那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就是你的极点 自那开始 你展开了自己仅此一次的人生 开始经历那些独一无二的冒险 更早以前的事 与你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你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 而在于当下 在于未来 展示的鹰 不曾眷恋它曾坠落的山崖 扬帆的船 不曾怀恋它曾搁浅的海峡 而你 我的孩子 也因之想 过去虚幻如烟霞 但你此刻经历的一切 也必将被人以惊时刻下 该告别了 送给你一件灵别赠礼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不 等一下 好难受 扶轩小姐 怎么突然就中断了推演 我甚至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被弹出来了 雄关正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停转了 丹玉 自打你触摸那块冰之后 我就再也观测不到你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真有点不好解释 所以 那位神秘人的确是有光偏均的使者 所以 是福利 和我的过去有关的星神 是记忆的福利 不 还不能这么断言 只能说 很可能是一位星神封印了你的记忆 但他未必是流光天君 也许信实所说的保护 就是在暗示流光天君 并非封印你记忆的罪魁祸首 他插手 只是为了保护你不被封印的记忆所伤害 我觉得 但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了 至少 知道了流光阴亭这条线索 看来想循回记忆 已经超出大眼穷关阵的能力范围了 没关系了 太不大人肯胜出援手 我感激不尽了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得赶紧组织人力解销一番 可恶 若是穷冠症有所损伤 我会心疼死的 那么咱们就先走一步了 赶快闪人吧 我把太古大人查出什么损坏 要向连车几天价为休账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